本视频是由虾兵蟹将原创制作 在不少美国大片中 我们都能够看到军用运输直升机的身影 他们时而将幸存男女主角救出僵尸横行的地面 时而将急救物资投向被困在孤岛的游客 在战场上军用运输直升机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它不受地形限制 灵活机动 快反能力强 不仅能够快速运送物资补给 还能够快速空降士兵实施突击 本期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当今世界最强的五款运输直升机 第一名米26 米26是现役最大最重的直升机 由苏联米尔莫斯科直升机工厂研制 体型庞大的最大优势就是装的东西也多 其内载和外挂的最大载荷都可达二成 可谓运输能手 这是一款典型的军用和民用坚固的运输直升机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方就多次出动米26运输大型设备 以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第二名CH-53E超级中码 CH-53E是美军现役最大最重的直升机 由美国西科斯基飞行器公司研制出品 它的最大特点是维讲 甚为庞大 而且呈轻鞋构型 采用这种布局可以提高直升机载荷 并且更省油 第三名CH-47制动杆 CH-47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生产 它刚一问世就在越南战场大显神威 运输物资 运士兵 运武器 甚至还能调运战斗机 极大提高了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机动性 第四名MBR-2鱼鹰 MBR-2由波音公司和贝尔公司共同研制 也是世界上唯一现役的轻转悬翼机 它兼具支撑机和固定翼飞机的修复点 无需机场和跑道就能够起飞 而且航程远 载荷大 时速高 能胜任各种军事任务 第五名CH-54 CH-54由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研制 它的起动能力杠杠的 似有空中吊车的美军 由于造价昂贵 它逐渐从美军退役开始进入民用领域 如今它的民用版已经进入中国市场